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步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74T 今天给大家分享铁光大 推出的武士系列的炎祭 或叫炎祺 Enki 它应该是致敬到SizeWive 风火瞬速 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它跟先前的这个Ironhide呢 可以说吧 如果不是盒子上面写着Samurai Series的话呢 它的这个风格还是比较接近IDW 跟这种真正有日式盔甲的感觉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落差的 那为它提供日式风格的话呢 可能就是它的武器吧 这应该是所谓的什么一文字枪之类的 一文字枪的话呢 有两把 大家可以左右手各持不一样的武器 那另外这是一个拳臂啊 拳臂的话呢 这个前面的尖端啊 稍微有一点点锋利 各位把玩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 银漆上的不错啊 拿在手上的话呢 配合可动手的一个替换 哦不对 配合这个拳头的造型的替换啊 可以握持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掌形的手啊 掌形单开的手 还有一个拳头里头啊 没有握没有没有这个动的这个手 呃我先讲一下 这个拳头的这个替换直接硬拔就好 但是我感觉有一点点恐怖啊 稍稍有一点危险 如果可以的话吧 就不要常替换了啊 那我再提一下 它的这个带动的拳头手呢 是可以完成一体变形的 所以就直接啊 就一直装上这个手也就行了啊 这款玩具有一个不是很好的点 就是它那个背包 如果我没有记错 没有没有变错的话 这两个部件呢 跟背后呢 是没有没有结合卡扣的 完全是靠一个变形的 刚好到一个位置 它会稍微去卡住 那卡住之后 其实是也是还好了 基本上不太容易会掉 但是我这次要告诉你 它是没有锁死的 而这个人物的话呢 还有一个点 我觉得它的一个手的这个肩膀 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里肩膀 跟本体啊 它是也没有结合卡扣的 全是靠关节的一个松紧度 把它硬给推上去 那你一推的时候 我就会推到后面啊 就感觉我说你把玩的时候呢 身体的上半身的话 一个结构上 好像有时候就松脱掉 以及这个腹部的这个甲咒啊 跟身体之间的卡扣啊 你很容易去把玩的时候 就把它推到 那由于裙甲的话呢 也做得挺大 而且跟这个背包的干涉 还是稍微有点多啊 总而言之的话呢 在人形上呢 你在把玩的时候呢 你就感觉它这个局限性 还是有一点大的啊 虽然说你都可以 透过一些双动关节什么的 把它给推开移开 但是感觉就是把玩起来 没有那么样的一个 没有那么一个流畅 那可动来讲的话呢 腰身是可以转动的啊 裙甲也活动 那膝盖的话呢 也可以弯超过于90度 脚踝的接地呢 也是有的啊 基本上呢 你想象能到的 能够动的的 差不多也都有啊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啊 造型的干涉上还是太多了啊 来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款炎剂的变形过程啊 啊首先的话呢 我是建议把先把后面 这两个部分挑起来 然后呢 肚子这一片也翻上来 到这边 然后背包的部分呢 把它给往侧边挑起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先把它打一个水平的 一个状态 手也先举起来啊 到这边啊 先打一个水平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腰部旋转的动作 它这个腰转的话呢 呃 因为把这个裙甲的干涉比较大啊 所以我现在把它啊 这些部分通通的卷开啊 然后做一个反转 OK 我们现在已经前后做一个腰转了啊 那腰转完成之后 我们就来进行它的 先把它的背包 先整理到一个位置上 转下来 转成这个形象啊 你看一下这个车子的一个组合的一个 零件数 你大概就知道了啊 到这边先到这里就好了 我们就先要做一个 把它这个手臂的话呢 转到这个方向 转这个方向的话呢 是因为要把拳头往下折 往下折 其实是等于是往车上这个方向 然后呢 把它往中间集中过来 推到这里 这个地方 啊哈 这个 推到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呢 它的红色的这个臂甲跟这个形状会刚好一致 这个时候你就把裙甲往上面推 裙甲往上应该说往屁股推 其实就是往这个车顶上放 这个地方空间就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拳头转到这个方向 转下去嘛 对不对 好到这边压一下压一下稍微挤一下 到这里 再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头的部分呢 沿着这个部件 把它往下面放下去 车顶盖 车顶盖也可以先结合 车顶盖先结合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个部件干涉是稍微有一点 但是也不是很困难啊 顺着的话呢 就只要把它给摁下去就行了 那这里摁下去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点啊 这个我先把它变下去 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拳头放进去的时候 拳头呢 拳头折进去的时候呢 尽量把它往上面推多一点点 这避免去干涉到 你看像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往前面 拳头往前面再多推一点点了 这样子的话呢 方便我们把这个背包这个部分 给收纳下 然后它腿的变形呢 我觉得比较有趣了 首先的话呢 把膝盖这一片打开 然后斜尖翻转180度 这一片部件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把后面的这个尾翼先推开 然后呢 我们要用白色的这 银色的这块部件 来填补这一块空洞 但是呢 这里在推的时候 往上推的时候需要练习一下 我建议吧 你一定要先把这个银色部件 给推到这个 这个红色部件里头 在这个轨道里头呢 顺着这个滑轨呢 这样子把它往上面推进去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顺利的把它拼起来 你一旦滑进去 滑错的滑歪掉的话呢 后面会不太好调整啊 我是建议各位照我这个样子来变 你会比较简单 最后这个边盖回去 然后这个膝盖这一片就很巧妙的变成了一个车尾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啊 这个这个玩具的一个变形的一个地方 那这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 把这这一侧给翻开 斜肩翻转180度 然后呢 我们翻到后面来看啊 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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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尾翼的一样翻开 然后呢 这一块部件 你看这样子推就一定会死啊 一定会GG的啊 这一片 我们推的时候 这银色部件一定要把银色部件 给卡在这个红色的这个凹槽里头 顺着它这样子推进去 这个轨道推进来 它才会漂亮啊 然后呢 就做一个这样子一个翻折 翻到底卡住啊 然后呢 这个部件盖上来 盖上来之后呢 看到后面这里 车尾 车尾巴 最后两个车尾互相做一个结合 然后呢 就是最后的一个组合啊 这个地方 前后呢 车身的前后呢 做一个 最后的一个密合 这个密合的话呢 其实还是蛮舒服的啊 前后就尽量的把它给压好啊 那后面的话呢 就稍微做一点调整 尾翼的话呢 调到一个 合理的一个位置上面 那么呢 我们就出现了一台 非常帅气的 应该是蓝宝坚尼的跑车吧 以往都说 铁工厂的载具是送的 这一次的话呢 还真的真的不是了啊 我们来看到这个 延吉的载具 它的滚动性呢 还真的是不错啊 那车型也很漂亮啊 这一个鲨鱼头一样的一个形状 那轮胎的部分呢 也有上了一个大量的引起 车尾的造型做的也是挺漂亮的啊 那么各方面来说吧 你认真来说 除了说没有透明的车窗之外 我觉得它已经是 做到一个小比例玩具来讲 已经是非常精致的一个跑车了 然后它所佩戴的武器的话呢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全臂的话呢 就可以扣在侧边的这个洞 而且扣上去之后啊 还有一个 你可以当成是一个特效件的感觉啊 这样子 扣上去啊 好像会跑得会更快的一个样子啊 OK吧 那其他的这个长柄武器啊 当然就没有地方可以收纳了啊 那么我还是那么一句话 就是这个这个玩具 其实你它一个日本风格 其实比较淡一点啊 如果不是说取名叫炎技的话 还有这个包装 好像是Samurai Serious的话呢 其实它一个IDW的风格 还是比较强烈的 那这款玩具的话呢 本身啊 人形 车型 还有变形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都还蛮均衡的 特别是它车型真的好看 变形也不差啊 反而是人形的话呢 反而是相对来讲有点松滑 而且 部件的干涉还是比较多啊 但是这个车型 绝对是非常的帅气的 利用这一期 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来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